首先,我感谢你能点进来 本期要讲的是一个特殊的人 请您一定耐心看完 因为这个人,他值得你去了解 更值得你对他竖起大拇指 出于某些特殊原因 本期视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我必须以这种隐晦的方式来介绍 不然你就看不到这期视频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有文化的奔波吧 时间咱们要先倒回到2019年的年底 临近春节,那时武汉出现不明肺炎 整个武汉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当时因为检测手段有限 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所有病例检测出来 而且防护物资也是拙金渐种 疫情的情况只能通过流言的方式进行传播 在疫情被不断夸大中 人们逐渐陷入了恐惧的心理 在那一瞬间,武汉像是遇到了一场大口一样 是手足无措的 那一段时间只能说秩序是乱的 不久之后,也就是2019年的12月23号 从上面派下来的一位铁娘子 当时她已是临近古兮之年 毅然决然带领工作组入住 带领武汉人民 湖北人民一起来打这场保卫战 那时候的湖北 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导致疫情扩散 包括信息的公布不及时等等 而她就像一名带着上方保健的钦差 对于疫情防控不利的人 是毫不留情的直接斩下 统筹着疫情防控的所有工作 大道为武汉按下了暂停键 小道的为每一位患者去争取安排多一张床位 每一次会议都是跟腔有力的 像一个大家长一样 为老百姓务化,为患者考虑 大家肯定想说 打赢这场上靠的是那些舍己为人的医务工作者们 不错,是靠他们 但是也同样靠那些统一调配的人 他和他们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那次阶段胜利后 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们 都是被湖北的百姓们 夹到欢送离开武汉的 而他则还是跟来的时候一样 带领着工作组默默的离开 甚至连湖北人民和他道谢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在今年的年初 上海也是同样发生了疫情 城市也是同样被按下了赛亭键 这位铁娘子也是再次扛起了重任 站在了疫情防控战斗的最前面 请大家注意 这时的他已经是73岁了 本该退休享乐的年纪 却扛起了疫情防控这面大旗 也就是他在的这几个月里 上海短时间从各地调配医护工作者 医疗物资 生活物资 井南有序 强有力地保证了中国这座重要的城市 在最短的时间里归附正常 在做这期视频时候 我是忐忑的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好这期的人 因为他是人民的功夫 虽然这是他的工作与使命 但是把最光辉的一面留给别人 把可能抹黑的一面留给自己 三年来哪里有疫情 哪里就有这位老爷在公国 怎样有一个人向大家介绍他 武汉人民不能忘记他 上海人民不能忘记他 全国人民更不能忘记他 那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下方评定区告诉大家吧